解答网络热门宠物视频 金剑层 如果你问我现在推荐养什么猫 那我可以肯定的告诉你 金剑层 为什么呢 因为它不但拥有银剑层所有的优点 还是阴短限定的实施级皮肤 所以它只是贵一点有问题吗 没有问题 对吧 问题一 金剑层是怎么出现的 这就要说到在培育银剑层时 有些银剑层出现了基因突变的反祖现象 使本来的白毛变成了金毛 于是阴短金剑层就诞生了 那有人就要问了 金剑层是阴短和金剑层生的 凭什么属于阴短而不是金剑层 问的好 下次不许问了啊 首先金剑层并不是一个品种 它只是波斯猫的一个花色名 金剑层和阴短一样是短毛 而波斯猫是长毛 所以把金剑层归为波斯猫合适吗 不合适 那有人又要问了 金剑层不是也有长毛的吗 好吧 我老实交代 阴短剑层的培育并不是拿一只阴短蓝猫和金剑层 就能随随便便生出来的 而是一个人为干预的过程 经过几代的筛选繁育 选择出性状更贴近阴短的猫 所以叫它阴短金剑层有问题吗 没有问题 这个问题我要是告诉你 那是因为阴短剑层的金色基因 相比于银色基因是隐性基因 必须用两只金剑层 或者两只带有金色基因的银剑层交配 才有可能获得金剑层 所以繁育金剑层的难度高 成本高 价格自然就高 我这么说你肯定能听懂 但你未必愿意听 那我总结一下 其实就五个字 物以稀为贵 所以市场上蓝金剑层 紫金剑层和巧克力金剑层的价格 一个比一个贵有问题吗 没有问题 对吧 问题三 金剑层各个色号的含义 各个颜色的阴短剑层都有不同的代号 比如AY代表蓝金剑层 BY代表巧克力金剑层 CY代表紫金剑层 而金剑层的代号就是NY 不要问为什么 社会上的事少打听 知道太多的你也没啥用 所以记住代号就行 另外金剑层还有不同的色号 其中最常见的是 11 12和25三大色号 同等品样下 12色最贵 25色最便宜 他们的区别看我这张图 11色的毛尖色大于1分之1 12色的毛尖色小于1分之1 25色的毛尖色是两段式 区分各色号金剑层的方法 就是看胸口和千刀之间 偏白就是12色 偏黄就是11色 如果背毛颜色是古铜色 偏斑纹就是25色 这已经是最直观的方法了 如果还看不出来 那就直接问帮社老板 我是无能为力了 总结 金剑层集合了 是银短和金鸡拉的所有优点 性格等各方面 可以参考我上期说的银念层 而且颜值比起银念层 只好不差 除了贵那么一奶奶 几乎毫无缺点 你说金剑层掉毛 那你养一只金毛啊 养了金毛你就丧失了 感知掉毛的能力 以后都不用担心掉毛问题了 一劳永逸 所以说养猫养金毛 养狗养金毛 有问题吗 没有问题 对吧 连说了几期猫的视频 我觉得下期该说狗了 这叫什么 这就叫羽露君瞻 我是PT新爹 有问题评论区 act我 Respite